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关聪Coco这家公司 需求复苏保持不变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 2022年8月17号的时候 Ninvest这家投行呢 就基于15倍的PE 对于对应2023财政年的一个盈利的预测呢 还有一个三星中性评级的ESG评级不变 他们重申的对关聪Coco这家公司买入的建议 给出三令吉的目标价 原本呢是三令吉40C的 他们呢给出比较低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目标价呢 是由于2022年到2024年的预测的盈利呢 将削减16到23个percent 以反映需求复苏呢 有放缓的可能 尤其是在可可这一方面 因为观众Coco呢 第二季度2022年 核心净利润为4500万令吉 Quarter to quarter呢 是下降了16个percent 但是Year to year呢 却上升了23个percent 其实有一点点低于他们的期望的 第一季度2022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经历论呢 是占了投行呢 原本预估的经历论37个percent 作为比较呢 第一季度2021年呢 是占了第二 2022年的整个财政年 核心经历论的45个percent 观众Coco这家公司的负面差异 主要归功于呢 它的可可纸比例恢复呢 是慢于预期的 还有呢 它的能源成本高起 抬高了整体的生产成本 早一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可可纸的比例是有所下降 原因是因为 租费还有研磨机无法出口呢 亚洲市场可能也出现了 供过欲求的不确定性 随着需求赶上可能反映在 集团第一季度2023年的收入中呢 希望是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黄油比率呢 在过去两个月呢 一直是趋于比较平片 除此之外呢 对可可固体成分的需求呢 持续的强劲 这反映在可可粉比例上升趋势 因此呢 让投行坚信的是呢 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回暖 和边境的重新开放 相信呢 对于可可的需求呢 会逐步的改善 观众各个 观众可可呢 观众可可呢 在第二季度2022年的 Ebitda的收益率呢 是保持在 11,183ml的健康水平 对比第一季度 2022年的 1,367ml呢 跟2021年的 1036ml呢 其实还是 中规中矩的表现 有鉴于呢 观众可可已经锁定 今年大部分的销售额 所以呢 让投行预计呢 运费和能源成本呢 有所缓切的情况下呢 第二季度 2022年的收益率 将比第一季度 2022呢 来得有一些 逐步的改善 年初之 观众可可已经获得了 2023整体预计的 一个销售额的 50个percent 观众可可呢 新开展的 Ivoric Cost Coco Grinding Facility呢 这个设施呢 将于2022 才这年第四季度 开始营运 这个新工厂呢 将大大提高 观众可可的 整个研磨能力 每年呢 会增加6万吨 到337000吨 他们可可呢 也就投行对观众可可的 中长期前景呢 是保持着非常乐观的 未来增长呢 也是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支撑 第一个呢 就以可可指价格的回升 将受到高档巧克力的需求复苏 有所推动 第二点呢 就是海外的扩张计划 跟大马交易所的产品指数的 历史平均19倍的PE ratio 对相比呢 观众可可现在的11.8倍 2023年的市盈率的估值呢 并不是非常的高 当然观众可可这家公司 也是有主要的风险的 那就是可可指的需求呢 复苏慢于预期 可可斗的价格大幅上升 还有呢 就是物流成本持续的上涨 这都会让观众可可的股价表现不佳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建议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所以呢 如果对这间公司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做一定的恭贺 但是整体来说呢 观众可可这家公司呢 基本面其实非常的非常漂亮的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上赚到钱